好 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的叫做劫财 劫财 这个东西很多人 他就是会觉得 好像很可怕 但是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个人他就说 劫财如此多 是我劫别人的财 还是别人劫我的财 当你看到这样提问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这一个人其实 他对于劫财 他其实认识不太清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八字的状况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八字 丙银 庚子 仁子 这个是什么 来到 甲乘 好 各位 我们看一下他的八字 丙银 庚子 仁子 甲乘 他说他的劫财这么多 他到底是被别人劫财 还是去劫别人的财 各位 很多人 就会有这一种的迷惘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各位 所以我们要先来看他的一个八字的状况 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天干 甲木 生丙火 克根金 他的地支 我们可以知道 子水 生丙木 克尘土 好 那我们可以知道 他的劫财这么多 他有两个劫财 请问这两个劫财 他是会带来财运的 还是他会破财的 各位 他是会带来财运的 还是会带来破财 你们认为他是会带财运的 他 这个劫财 不会怎样 这个劫财 他是带财运的 为什么 他不会破财 我们再看一下 他地支走吾火 是什么 水生木 木生火 还让他的官运起来 不错 那他假如走四火 水生木 生四火 克丘土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他在地支走这个财 算是 不错的 那他天干 他天干有财 所以 平常假如地支 没有出现财的时候 他是以天干这个为主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的丙火 假设地支 没有走财星的时候 都以天干的为主 那这个丙火会怕什么事 各位 甲木生丙火 克庚金 那他的丙火 会怕什么 十二个 十个天干 他会怕 哪几个 各位 十个天干 他会怕哪几个 好 我们再看一下 他会怕哪几个 甲 甲木生丙火 没有问题 乙 乙庚合 也还ok 没什么大碍 丙 更好 丁 不会有事 物 也不错 己 也很好 人 更好 魁 也可以 那庚 他就只有怕一个星了 各位 丙还好 丙怎么会大起大落 丙怎么会大起大落 这里面他就是这个星 丙是大运 又不会怎么样 还更好 所以各位 他走刃 哎呀 我走刃 刃 或者是葵 他会怎样 金生水 生木生火 很不错啊 那走鬼水呢 还是一样啊 鬼水生甲木生丙火 克根金啊 所以啊 各位啊 我现在讲的是大运 又不是流你 来 现在大运 来 我现在大运用饼 来跟我讲 哪几个字他会死 来 跟我讲 哪几个 哪几个字他会死 假如讲话 在不经大脑思索 妈妈跟你敲到行 谁跟你说认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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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有一个心啊 想被骂 就骂给我讲认 所以啊 各位 他的八字财心 你认为 他的笔尖 他的劫财会克财吗 根本就不会 了不了解 那他地支走吾活 四活都特别好 所以各位 你们就要知道说 他在那边讲说 他的劫财 这个就是一般人犯的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一般人犯的一个问题 就是 用名词解释 了不了解 用名词解释 所以很多人当然从头到尾就不知道 他的八字到底怎么走 丹丹与财运 这个八字是非常好的 丹丹与财运 这个八字非常好 但是你假如 说官运 这个八字就很烂 所以 你常常在讲 并不是一个用神大运 他全部都很好 了不了解 并不是一个用神大运进来就全部都很好 有好的 也有坏的 那这个八字 他就是比较倾向于财的这一个部分 而且刚刚你有看到 他地支走五火的时候 还会顺带的把他被克的尘土 也就是他的官运拉起来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一件事 其实这个八字 其实财运 其实是好的 他假如去走官场 那基本上就很容易走错路线 然后 你说要赚到钱也很难 因为他的工作可能就会很不稳定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很多人时常会有的一个问题 就是名词的解释 这个在提问者就是很典型的 用名词在解释八字